文明 看當因爭以美食聞名 但是卻連續爆出食安問題 除了學生疑似食物中毒之外 黑心油毒澱粉事件層出不窮 讓民眾吃得很不安心 讓我那市民 活在那個 有安全有保障的 陳特欽認為食品似乎都是階段性的爆出問題 希望政府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做好食品把關 議員提醒除了處理現階段的問題也要隨時預防並抽查檢驗 徹底隔出黑心食品 這個中文珍黃玉瑋 台南報導